我高宏安今天从小到大 北一女台大不说 我们师大也是绑守进去 台大是匪陶匪 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 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 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水 我确实用了不精确的用语以及方式 我在这里要诚挚的向大家说声道歉 其实我是一直要想要回应说 我不是林智杰的揭露 如果真有疑问的话 我们让宏安平静一下 所以宏安 就是说 没有 对对对 我觉得当然现在又有 有其他的议题 就是说你干嘛就不是学霸 真正学霸 天才比你优秀的还多 你自然自身学霸 OK 这个画面所有这些过程 仁俊先问一下 所以过程宏安真的是觉得很委屈 因为我们其实都认识宏安 我认为他真心觉得这整件事情 第一个被认为说他的博士论文抄袭的这件事情 他觉得受到委屈 第二个是我认为他真心认为 他真心觉得他那一天的那个讲法 尤其刚刚第一段说 今天不讲什么学校怎样 什么四大第一名什么 我认为他当时只是要讲说 我不是林志堅 他今天有一再讲他只是要讲 他不是林志堅 那他如果当天那样讲 我认为纷争会少一点 但是因为他可能就又觉得说 我不要直接去点林志堅 然后所以就就转了一个弯 然后就讲说 我不像什么什么学校什么的 然后他后面特别强调 他就说你从中华大学到了这个 所谓的台大去硕士的这件事 他当然有个连结 所以你看今天黄安的讲法 是说你把我截一句 就你不讲我后面的 那一个到台大硕士 你只截到那句话 就是我不是这个中华大学院舰部 但我觉得他心里面有委屈 但我必须讲就是选战 有时候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今天你到底 这个论文的怎么样 他今天讲了一件事 是哦 我到美国新意纳提学校 没有那个什么抄袭的问题 因为他学校没有这个规定 所以他说我今天我之前 你们要讲说 我都已经去去查过 也有证明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先收到风 觉得说人家要动他 或是什么 不然突然趴一声说 我告诉你我学校证明 我看美省上写说学校讲说 都已经有人检举什么一年多 或者学校也觉得很烦 所以学校那鸿安讲的意思是说 那个是类似我们的学论会 是所以就已经审查完 我先讲鸿安讲的是这一段 然后他讲说是用 他说是类似我们的学论会 已经给他这些证明 但是他听到只要讲用他抄袭 他就觉得很委屈 我认为鸿安他当然认为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后来 有人去比对说什么 他的博士论文被人家 都引用了什么几千次或什么 所以代表他那个 但我必须讲论文引用 跟那个到底是不是 这是两码子的事情 那我再必须说 鸿安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 他会让很多人会去质疑 讲的是你有沒有超市 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有没有涉及到抄袭 要不要学论会是一件事 而是你在表达这件事情的态度 上面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 会不会有这种精英分子的骄傲 柯文字的第二 结果鸿安 今天你知道我看到鸿安阵营的人 就出来讲说 你不要因为这个什么什么论文 讲不过你就来跟我讲态度 不好意思 态度永远是重要的 我真的必须 就是说态度永远是重要的 所以你看这整件事 而且更麻烦 就是说即使他都没有这个想法 也不是要去羞辱中华大学 立刻被丢一个不好意思 你十月份要去中华大学演讲 然后现在中华大学的那些 那个学校的那些 那些组织就已经就讲了 他们那个学生会嘛 就讲说他们建议是不是干脆就取消 可是后来讲说因为他两度盗窃 是中华大学跟学生会说接受他的道歉 可是我不知道演讲会不会演 而且重点是那个演讲的场合 我不知道会不会会不会好看 不知道 这个都是很合理 所以我就讲就是这一次的选战里面 其实基本上检视论文 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但更大的问题是检视论文完了之后 后面所延伸出来是当事人的反应 跟他的回答 即使你本人 其实老实讲我这我这看完之后 你看到他今天一直在强调 但我不敢讲说你要占学校 因为但是你讲了那几个学校 然后出来好像一副就是为什么 刚刚文杰会讲科文哲第二 他动不动就跟他说你什么人 搭这个学校才不去 你就知道即使你没有那个本意 但你一直在强调 你为了证明自己 你为了强调自己没有抄袭的本意 然后强调自己的优秀 本来这件事情上面很快就会被两极化 OK 所以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想文姐 你刚就突然冒了一个科文哲第二 或是什么这些出来 那你有看到刚文安塔讲出来 我就在讲说民党你就删掉他那一段 就讲说什么台大 他说你删掉一段 感觉上我就是针对中华大学 可是对你们来讲的话 你们会觉得这整个 包括今天刚文安 两度道歉 然后今天在媒体上落泪 你觉得整个来讲的话官感改变吗 我觉得他今天冒出来这句话 批评他的其实不是民进党 批评他的是广大的这个没有上台大的年轻人 因为他的心态很清楚嘛 就是说他认为林志堅就是中华大学 夜间不毕业 所以你才需要去台大喜学历 那你这样他这样讲句话 就是少到了中华大学 那以及中华大和中华大学差不多的 这些这些学校 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并不是用之不清却 而是无意之间透露了自己的想法 那他的想法其实跟柯文哲是一模一样 柯文哲第二就是这样 因为我记得柯文哲有一次 他在跟那个他的属下在部署 他在讨论这个许舒华对他的咨询 然后柯文哲就对他部署说 你不要理那个考不上台大的 那个事情还那个新闻媒体上面 都有爆出来这样子 就是对柯文哲来讲 台大加上台大医科 这个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对于那些考不上台大的 不要说台大医科 对考不上台大 他向来向来的态度 他包括他面对议员 他的态度都是这样 他很清楚了 所以也难怪柯文哲会欣赏高空 就是对民众党来说是这样 那所以今天高豪要面对的是一个 他本来只是论文 他那个不叫做抄袭 我真的不叫抄袭 那个叫做窃取知会财产权 或者是这个侵占知会财产权 那个不叫做抄袭 那本来是这个问题 现在变成是他的态度的问题 就是他骄傲 那那那这个态度的问题就很难解 这样OK 那美美刚才要补充的是哪一段 哦没有啦 我刚刚叫说 这高宏 我觉得有点误导大家 因为那个真的不是学轮会 那个是一个个人的email的罕见 也不是证明就说你这个论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就用这样子误导 我不认为说这个是 非常好的一个态度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因为刚刚就讲到说 论文引用嘛 他讲那么多次 对不起 他不是第一作者 我必须要这样讲 第一作者 他们说他是第一作者 四千多多篇那个不是 OK 所以就说 他今天很大的问题在于就是说 好之前大家质疑的 你虽然讲了 但是在我看起来 有些问题 你还是没有很清楚的一些回答 比如说也被人家发现说 一万六千个字 六千多个字的论文里头 有四千六百四千多个字 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的重复率 是跟两篇这个研究计划 就是就是这边这样过来的 那这比例有没有高了一点 这个是他必须要说清楚了 然后就说还有被人家觉得很煩 就是说你为什么又被抓出来的吗 你的泄词还有你的注释 为什么原始版 他不是告那个翁达瑞教授 就人家留了原版 就一对照说 本来泄词里头 你没有把资策会讲出来 你为什么后来偷偷改了 再来你注释里头 你也没有引用那个 你资策会那个报告 后来你又加上去 那表示什么 你心虚是不是 否则你何必来做这些事情 那这里面就会让人家怀疑说 既然你引用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当初参考文献不写 你为什么不写资策会 甚至你想隐瞒这一些 然后呢 可是呢现在事情爆发出来 所以你赶快加上去 那这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的诚实态度的问题 那第三个我真的当时觉得 现在最严重的 大家会最反感的就是说 他太精英主义思维了 就说那种我北韵女 我台大 我北韵女我台大我骄傲 就是这种感觉 那我请问你一个精英主义思维的人 他怎么有办法好好来当一个市长 我们说政治是什么 政治是管理众人知识 政治是要合理的分配资源 政治是更需要照顾弱势 可是你一个精英主义者 什么东西都是在云端高高在上的看 你真的能够倾听 尤其那些弱势者吗 还是你心中会有那种看不起的 因为你看到柯文哲 相对非常欣赏他 我真的那时候感觉就是说 两个还真是意气相投啊 都是那种学历上面的精英主义者 难怪互相这么欣赏 那柯文哲做一个党主席 他刚开始的态度说 我要学习他 什么诱敌深入射陷阱 讲了一大堆 后来大概也是觉得风向不对 他说讲错了 这个道个歉就好了 也是这样临时改口 那就好像会让我想到说 高鸿燕也是发现自己这句话 说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啦 那这些话犯众怒了 所以你看他这样子 赶快录给你这样道个歉 对不对 可是你看 再被一说他又说 你们论文说不过去 就来讲这个态度的问题 对好 那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本性了 你不觉得你自己犯的错 但是就像任俊讲的 态度当然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就说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对你一路平步清云 你会非常顺风顺水很优秀 可是你有没有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要有的那个同理心 那种那种爱心 还有那种格局 会让人家是觉得非常怀疑的 然后最后我要讲说 那柯文哲这样子帮他站一下 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必须要讲 柯文哲刚刚像文杰说讲 对黄珊珊来讲 可能给他一定的基本盘 但是他同样给包袱 注意看 黄珊珊的老人票 跟女性的支持比例是低的 这到底说不应该这样啊 黄珊珊是女性 为什么 我认为最大的因素就是柯文哲 你说包括敬老津贴 或是像对女人的一些 得罪的老人嘛 然后他也常常得罪女人嘛 所以这些东西 当然就转嫁到 黄珊珊身上 今天柯文哲这种态度 如果两个精英分子 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请问你 那一般人会不会反感 可是这整件事情 人居我们还是回到这件事情 所以高文文 他表现在刚讲说 基因主义 他有没有表现基因主义 就没有办法好好在市政上 展现出来 这之间会有等号吗 我觉得因为市政的问题 不在于是你是不是精英 或不是精英 因为他会面对到的是一般的民众 那一般的民众 基本上数量一定会 人数一定会比这个 大家现在抨击的那个多 所以他在短时间内 我认为对他一定会造成伤害 我不认为高宏安 以他的聪明才智 他如果没有发现到 这个事情是造成伤害的话 我觉得他的回应上面 我不敢讲说他不会回应 因为之前有过塔律班 那个事件 那卡宏安的那个态度 跟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最早在这件事情上面 他还是晚上赶快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到前 当然要做文章 会讲说你都不敢放到什么网路上面去 就只是私家拍了影片 但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危机处理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 还是会肯定讲说 ok 你最早愿意面对你的错误 那你能挽回多少人家 对你的那个不满 我觉得这个要 要一点时间去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您刚刚特别强调 对于选战会不会有影响 我认为会 即使你在新竹的那个地方 他是一个被认为说 他是一个科技城 是 可是还有许多人 新竹不是只有科技人 还有一般民众嘛 所以当这件事情 起来炸锅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除了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是就觉得说 我认为柯文哲挺他的那块 还是讲说 你们就是什么 大家都要疯狂骂他 或什么的 可是对于他那个话 引起的那个误解 或是什么 我说实话 藍绿之间 不是政治人物打他 这个你一看 就是民间 击回来的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 他自己的态度上面 是需要调整 五个我猜一下 在新竹科学园区 一个可能一个 一个厂里面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台青椒 当然 因为很多作业 很多这个他们 他们可能就是中华大学 毕业 可能就是中华大学毕业 所以对高宏来讲 这个一定是有杀伤力 而且不是只有中华大学 一般考不上台大的 或者说有些年轻人 比如说他其实本身 蛮优秀 可是他也努力 可是也许家庭环境 不是很好 起跑点就是不好了 那你说怎么办 又或者说 我最后只讲一个例子 沈慧宏 你知道吗 他讲他妈妈例子 我听就非常感动 他妈妈其实是没有念过书 然后呢 他说他妈妈是因为没有机会念书 然后呢 他妈妈连写自己的名字都有困难 后来被奚落 就说你多读一点书就好了 他妈妈说 我不是不愿意读书 是我没有机会念书 可是我的孩子会比你更好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想看 有多少人是因为他的环境 他没有办法好好念书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请问你 不要说考不上一流大学 你很多念夜间部的 他也许白天工作 他晚上还很努力 那我问你 我这样子被奚落 你觉得那些人的感觉会是什么 那更不要说 如果说一般的一些老百姓 会不会觉得说 你的态度太骄傲了 就是我觉得当然当然也有伤了 因为就成如他刚刚讲的 特别是就是中华大学学生 我对蓝绿没有兴趣 对政治没兴趣 你不要把我一直扯进来啊 你干嘛无缘故扯到我 他绝对会伤 所以他今天出来二度道歉 然后包括他他讲说他讲的原文 后面还有一段什么什么这些 他不是要讲中华大学夜间部的这些 但你觉得在受用上面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用 因为林志 他说他要讲林志健 林志健三个字很难说出口 他又不是教堂 没有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高宏安 好啦你只能讲说 呃不想直接去讲到别人的这些名字 他觉得委婉一点吧 不要直接把人家拿出来 会伤人家的名字 可是就是因为转了这么一个弯 结果没有想到惹了更大的一个祸 对啊那当然他的解释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啦 有人会接受 有人不会接受 那现在中华大学校园的气氛 因为我认识那个老师就说 可以还我平静校园吗 然后他们很担心明天 为什么呢 你是中华大学人在读书 我前一两年有在中华大学兼课 所以有认识的老师 我们学生其实都还蛮可爱 还有奥运国手 然后那个老师说 可不可以还我平静校园 为什么呢 明天他们很怕明天 明天马总统要去演讲 要讲当前我国应有的大战略 那所以他说我们我们学校不想跟政治扯到关系啦 其中他有现在小小有这个氛围 可是高宏安他是不是一定失分呢 其实我觉得还要再观察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最近在网路声量非常高 是他昨天的网路声量 他居然热搜第一名十万多笔 他赢谁呢 最近有一个非常话题人物 就是乐天女孩叫林湘 林湘对于非常多的话题 林湘才五万笔而已 然后墨西哥地震两万笔 然后有一个韩国歌手叫杰妮 一万 我还去Google一下杰妮发生什么事 他有私密照流出 所以我贡献一个点阅率 就是说你可以看他的高宏安十万多 那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因为高宏安 民进党很讨厌高宏安 主要就是因为他之前唱 那个塔律班之歌嘛 后来他被出征过 所以他可能跟民进党是对立 他在立法 平心耳论 他在立法院的问证的过程 其实问证非常犀利 说实话 因为他是认真做功课的 你看过他问证一件 但是这件事情 就像你刚刚讲 所以这件事情 对他整个来讲的话 包括他那时候讲塔律班 他现在等于是跟民进党在对干吗 他现在跟民进党对干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有些国民党支持者 其实蛮同情他的 因为民进党 所以他会吸到你们的票 我觉得多多少少 你这样林哥人会哭耶 所以现在还真的非常难评估 就是说新竹里面很多重要大学 也许会因为这个事情 觉得高宏安吵我干嘛 你讨厌你们这些任务 然后就不喜欢他 有可能本来想投资他 或者不想出来啦 可是看到高宏安 这个是跟民进党这样 整个对撞 然后后续如果说他风向又带起来的话 他也有可能会吸到国民党的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难评估那个选举的胜负 要看后面这两天风向怎么走 OK 郭政 我同一言之讲的就是高宏安的态度 跟这个议题对他会不会有伤 一定有 因为那态度真的不好 但是呢会不会伤得很严重 我也认为未必 因为其实在年轻人的氛围 在D卡在PTT 其实占学历是行之有牛 然后一些相对的学校对其他学校 用各式各样的那种酸的话在酸 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 所以呢这样子做的人对于这样子做的政治人物 未必会有这么高的反感 可是刚才元族讲的还有另外一面的 他讲的意思是说 就是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的那种概念 就只要跟民党对干 对干到最后 这跟台北黄山山有点像啊 就黄山山只要或是讲这时候科匹 只要跟民党对干到变成非绿盟主 那一块 票就可能流过来 如果这样讲下去 那他干脆就对干到底啊 我认为他最后一定是对干到底啊 因为这个他是第三党嘛 对不对 第三大党候选人 这个声量高才会避免边缘化 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被边缘化 这是第一 第二其实呢这个像中华大学 这当然是一个好学校 这没有问题 有很多很努力的校友 他的学术声望啊什么什么 也不断的再上升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民进党其实老实讲 也错过这次机会 错过什么机会呢 民进党的这边的人很多绿营的側翼 就是一些其他学历也不错的人 跳出来打高红安 说你学历也没什么 我学历我某某某学历比你更高 所以你其实没有骄傲的本钱 这其实不见得对 如果是民进党站在中央执政立场 像我们在学校会办事 我们就知道 民进党应该强调 政府现在从教育部开始 很多教学卓越计划 这个相关的这些计划 其实对高等教育 不分公司力 都有很多的补助跟支持 所以其实这个学历 没有像大家想的 就是某些学校 就一定是像大家想的怎么样 其实他们的进步 他们的发展也是很快的 这个民进党只要一讲 这绝对是无法否认 而且是有很多具体事实的 但是没有 你还是跟着在那边或 甚至对高红安个人做攻击 个人做攻击 那只是增加他的声量 因为选举高红安本来也没有期待 他要得到五成以上的选票 这怎么可能 萨克兔的情况 而且那边的萨克兔实力 都是很强的 所以他只要抓住那些 心里面也在支持 那些在占学历的人 其实占学历的人有没有 有啊 所以林志坚前市长出状况的时候 是落井吓死了很多 很多人是站在他的身份 而不是说他当一个好市长 所以呢可以掩盖这个论文方面 这些状况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种负面选战 有的时候出奇兵 对这个第三党 特别是新竹这个不要在北逃 过渡边缘化 这个是很重要 尤其柯文哲他就是八年 他超级的精英化 他超级的会说这种话 结果呢 他现在的这个副手黄珊珊 还是有一定的声望 所以民众党有这种策略 不足为奇 我就是说 而且民进党现在其实打高雯安 我觉得打反而会帮他加分 譬如说他们最近有一个最新的打法 就是刚刚完不是后来出来哭了吗 哭了这样 就民进党的撤意讲说 你哭什么啊 当初那个骂林志坚的时候 林志坚林志坚都没哭 你看林志坚多坚强 林志坚面对你们对他的质疑 他都扛了下去 你有什么好哭的 我觉得一般像我们兰英的知识 或中间选民 真的 如果说林志坚去跟高雯安比 我觉得同庆高雯安的还是会比较多啦 所以民进党其实在帮 我是觉得有点在帮高雯安 OK 搞不好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就是让他去拉林根人的票 拉林的票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林根人会更难过 因为林根人是中华大学的校友 是哦 可是高雯安有讲 他说就是因为我民调第一名吗 然后就开始 然后铺天盖地的所有的相机都来了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吗 这当然其实高雯安第一时间他讲完这番话 他并没有觉得他说错 他觉得本来就是啊 OK 我就是北域女 我就是台大 我就是师大榜首 他觉得没有错啊 那是因为为什么 不是民进党打他 是那些网友在反弹了 所以你说高雯安会因为民进党的车意出来打他来道歉 不可能以高雯安的个性 民进党越打他他越坚强 那是因为其他的网友出来讲 他觉得风向好像我讲的过分一点 他是因为这样才道歉 那么你说这些网友来打高雯安 这些票会流向别人 我觉得不会 因为其实高雯安跟这个林根人的票是高度重叠的 他们是高度重叠的 对是高度重叠 如果他当他觉得白银的候选人没有那么优越的话 他不会流向绿营所以他们现在觉得这个白银的候选人 如果你说他们觉得优越 然后他又跟民进党今天对干成这样 所以原汁的隐忧是有可能的 那些票可能会真的流到高雯安那里去 不会不会不会 如果说高雯安真的是 他现在没有跟林进党没有跟民进党对干 现在是中华大学的校友 还有那些年轻人跟他觉得不满意了 他没有跟民进党对干 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反而觉得林根人会获利 因为第一个林根人是中华大学 所以你打我学校 所以你看林根人也有出来讲话 他有出来讲话 他觉得不行这样子 这个学历没有高低 人格没有贵贱 他觉得他讲话 我觉得林根人会从这一场的纠纷里面 林根人会获利 所以国民党你不要难过 林根人在这场这个选战里面 林根人会获利 好